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南华早报消息 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指导方针 旨在推动该国9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透明度、安全性、风险管理和活力 并勾勒了到本世纪中业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可能面貌 此举表明北京正巩固其成为金融超级大国的目标 就在两个月前 被誉为券商屠夫的前上海市副市长吴清 被任命为该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他以其严厉的手段应对市场不当行为而闻名 星期五晚市场关闭后 发布的国务院文件列出了九项指导方针 制定了发展市场的框架 要求在未来五年内改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机制 并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文件称到2035年 市场应该实现合理的投资和融资结构 上市公司应该在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改善 还必须在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此举凸显了中国国家对股票市场的支持已进入新阶段 一些由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支持性措施现已写入国务院文件 中国内阁直接发布针对股票市场的文件并不常见 此前仅在2004年和2014年两次 都是在股市狂热行情之前 在1月份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详细阐述了 他将中国打造成金融超级大国的目标 其融资模式与西方模式有所不同 因为他侧重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 他强调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并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明确其责任 并加强合作 金融监管必须有牙齿 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 上周五发布的指导方针 与上个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四份文件相辅相成 承诺打击欺诈上市 提高新上市门槛 并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回购和股息支付 向投资者返还更多资金 根据今天发布的文件 公司将被要求在上市时披露其股息支付政策 并将实施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规则 以限制大股东减持股份 并推动上市公司增值投资 监管机构还将制定异常交易和操纵的标准 发布加强对高频交易监管的规定 并在恶意操纵和做空的情况下 采取严厉的惩罚 文件还呼吁快速审批交易所交易基金 扩大基于指数的基金 以及在共同基金行业中增加以股票为主的基金比例 在亚洲经济版图中 印度和中国的竞争愈发引人重目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NATACS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Alisha Garcia Herrero表示 如果印度能保持当前的发展轨道 其经济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超越中国 目前 中国经济体量是印度的五倍多 但印度的增长速度更快 预计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印度经济已经超过了英国 法国 意大利和巴西 日本也即将落后于印度 然而 印度是否能超越中国 还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速度 以及印度能够多久受益于 有利于其增长的条件 比如人口城市化和西方的投资兴趣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中国的出口在三月份出现了7.5%的年度下降 远超预期 这与年初两个月7.1%的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数据远低于路透社经济学家预测的2.3%下降 同期 进口下降了1.9% 也未达到预期 这一低迷的数据出现在官方采购 经理人指数显示 工厂活动达到六个月最高水平之后 尽管如此 高盛最近将中国的GDP增长预测 从4.8%上掉至5.0% 亚洲开发银行则预计 中国今年的GDP增长将放缓至4.8% 低于2014年的5.2% 在地缘政治方面 菲律宾在与日本和美国的峰会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日经亚洲报道 三国宣布将启动菲律宾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三边海上对话 以增强协调和集体应对 促进海上合作 这一宣布是在首次菲律宾 日本美国峰会后做出的 三国决定推进三边防御合作 包括联合海军训练和演习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对计划中的三边海上演习和能力建设 表示欢迎 认为这将提升海上行动的互操作性 面对南海的持续紧张局势 菲律宾一直在努力加强 与日本和美国的防御联系 专家们赞扬菲律宾通过多边合作 增加伙伴的策略 特别是在中国船只在南海 对菲律宾船只多次进行水炮设计的背景下 峰会声明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和侵略行为 提出了批评 另一方面 BBC的报道 聚焦于新加坡近期发生的一起 价值20亿美元的洗钱大案 涉及10名中国国籍的被告 这些资金来自于国外的犯罪活动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对新加坡吸引超级富豪 而可能成为非法资金避风港的担忧 也凸显了新加坡在迎接外来资本 与防范洗钱之间的挣扎 新加坡以其对外商友好的法律 税收豁免和其他激励措施 而成为外国企业的避风港 据该国市场监管机构2019年的数据 新加坡的资产管理公司 从国外吸引了4,350亿新加坡员 约3,110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 这起洗钱案件 使新加坡在欢迎富人 与防范资金灰色地带之间的平衡 受到了考验 在中国 校园暴力问题 一直是教育领域的一大难题 南华早报 报道了一所中国学校采取的创新措施 安装了包括厕所在内的广泛报警系统 以防止校园欺凌 学生们在感到受威胁时 可以大喊 救命 或被打了等触发词 这将激活安装在校园各处的报警装置 这些设备会通知电脑上的教师 并且教师可以通过手机应用 使用位于现场的扬声器 与学生对话 这一系统正在被测试 以确保学生不会通过随机大喊触发词 来恶作剧骚扰教职员工 这标志着校园在解决欺凌问题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展示了科技在保障学生安全方面的潜力 与此同时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 一些开发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务压力 南华早报另一篇报道提到 负债累累的中国开发商振荣置业 因销售下滑 资产处置缓慢 以及平安保险集团 威胁提起针对一项物业相关信托的诉讼 而请求延迟重组计划 镇荣置业2023年报告了85亿元人民币 约13亿美元的净亏损 虽然比上一年有所改善 但年度销售额下降了54%至154亿元人民币 截至去年底 该公司有619亿元人民币的有息债务未偿还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挑战 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压力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尽管TikTok在其他地区面临挑战 但在越南 这个平台的电商业务却呈现出爆炸性增长 去年 TikTok平台上的越南商家数量增长了三倍 平均销售额也有同样的增长 由FanFast摩托车和三星手机等产品驱动的电子商务增长 使TikTok成为越南第二大在线市场 仅次于shope 在过去6个月里 商家在这个平台上赚取了大约13亿美元 尽管TikTok与越南政府在审查等问题上进行了合作 但也因相关事宜受到了调查 而在股市方面 美联社报道说 亚洲股市在经历了由大型科技公司带领的华尔街反弹后 大多数股市呈现下跌趋势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9% 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0.1% 东京的日经225指数上涨了0.2% 而韩国的COSPI指数下跌了0.9% 同时 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保持在3.50%不变 苹果和英伟达是推动华尔街上涨的主要力量 苹果上涨了4.3% 英伟达上涨了4.1%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7%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7% 达到了历史新高 然而 当我们转向缅甸 情况则显得更加严峻 根据CNN的报道 由于内战的破坏 缅甸的贫困水平急剧上升 几乎一半的人口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 这个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多年来取得的进步被迅速逆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发现 缅甸的中产阶级几乎消失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减少了50% 报告警告称 如果不立即采取干预措施 人道主义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并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